美國國務院在19日發表聲明說 特朗普總統已通知國會 準備關閉美國駐俄羅斯境內聖餘的兩處領事館 屆時將指聖下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 聲明提到關閉俄羅斯兩處領事館 是因為安全考量 同時在疫情引爆後 領事館的業務量也已經縮減 不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18日才表示 美國多處政府單位最近遭到網路攻擊 很清楚的俄羅斯是幕後黑手 也引發是否與網路安全隱憂有關的聯想 前一步是加入電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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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輯 電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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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輿 Wonder什麼意思ню before smartphone